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茫茫论道,我是阿芒 今天的话,抓紧时间先把台湾这几个军事实力的内容说完吧 说完了,可以细聊一下就是台湾防疫上的事情 这个的话,跟时事上的结合有可能更加全一点 上一期呢,我们大致聊一下台湾的这个工业啊 包括军工业的这种实力 首先一点,我要明确的是,你不能说台湾弱机,对吧 你把台湾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说越南,马来西亚 或者印度尼西亚这一类国家打,没有外界其他国家干扰的情况下 我们不说单兵素质啊 单看军备的话,负责任的说是六四开,甚至说七三开 但是呢,由于他目前只是针对大陆,他的假想敌是大陆 那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们回顾一下台湾,台湾军武的几任网红啊 基本上都是属于飞弹和导弹这一类的产品 为什么主推这一类产品呢 因为满足了就是台湾距离于本土之外的需求 也就是说尽量在本岛之外解决敌人 或者说做出防守 以及呢,就是台湾其实工业上沿用日式的那种小而美高精尖的这种自我定位 首先呢,初代网红啊 初代网红我们说一下,就是那个雄风三 雄风三呢,当初那个是零几年开始服役的时候 应该九七年,零几年 大概是00年前后吧,我这么说 服役的时候,当时针对的呢 也就是大陆的一些驱逐舰,对吧 假想敌也就是这样 不过当时呢,大陆的海军也的确垃圾 所以呢,可以说的是雄风三的存在 使台湾在很大的一段时间内呢 都认为台湾海峡安全没有什么问题 随着辽宁号的下水呢 又在舆论媒体上呢,把他升格为了航母杀手 我们不说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航母杀手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技术是怎么样的 技术它是60年代美国沃特公司的 这家公司也很有趣 他当初做这一套东西的时候呢 不是说是专门给台湾做的 而是呢,参与了美国海军的竞标 研发投入在十几年后呢 竞标没竞标过 然后呢,海军也放弃了研发 于是呢,就被台湾接盘了 它可以说是两讲时代 就是台湾政府所打下的一个军工遗产嘛 但是由于这个研发 它当时其实属于是一个基本成型的状态 但是呢,没有完全成型 同时呢,台湾本土的军工体系不完全 我说过了台湾的雷达侦测呢 其实实力比较弱啊 然后,60年代的技术 它这个技术是外挂助推器的 第一代冲压动力的这个导弹 可以说是完全落伍了 虽然说它是,的确是超音速 对吧 外形上这种外挂助推型呢 为什么说落伍了 体积实在太大了 同时呢,这外挂助推 它其实也是一些固体的助推小火箭了 重量也大 所以说体积大重量大 很容易被敌方的雷达发现 这个射程呢,很难说 因为从最初说是大于100 然后后面吹到过200、300 曾经甚至有人吹到过500公里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后面提到的新一代网红 这个云峰 云峰那600公里的飞弹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难说 具体能打多远 它那个射程呢 按这么说呢 应该是我理论上认为啊 是在100到200公里之间 这一类的第一型飞弹呢 它如果说要达到超音速 需要一个高空爬升的过程 而不是说像中国比较先进的一些 比如说燕京 那个鹰基18这种 可以说是贴海 贴海掠夺 贴海穿梭 对吧 所以说呢 爬升的时候 也就三马赫 体积又大 就很容易被拦截 不能掠海飞行 同时呢 它这个体积太大 重量太大呢 也导致它不能空载 它只能以陆基来进行发射 曾经也研制过这个 那个海基的尝试 但是呢 目前好像也不成功 也有那个尝试制造那个 叫什么发弹 那个发射车 但是这个东西目前 还是属于停滞状态吧 随着大陆这十年来 这个导弹基本上几年更新 就换一批 所以说这个雪红风3呢 它就不用跟东风比了 跟东风比属于欺负它 跟阴基18也不用说 跟阴基12比都很难说 阴基12的这个射程 也有两到三百公里 而且是新技术体积又小 对吧 再加上呢 16年的时候 台湾这个熊风3 有过误射渔船 首先一点误射渔船呢 就说明它这个雷达制导有问题 其次很神奇的一点就是说 它击中渔船之后 没有产生爆炸 也没有把渔船击沉 就是穿过了渔船 穿过渔船呢 基本上又飞了好像是1.8公里 逐渐的沉到海里面 这个就怎么说呢 就等于打了个铁块吧 你这个飞弹实际作用有什么呢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熊风3也随着后面的新一代网红出现呢 逐渐的打入了冷宫 当时误射这个渔船的事情呢 其实我问过我两个朋友 它是东海舰队的嘛 海军之间这种东西 它有会有一些通气什么的 他说过这个事情 发现台湾有试射飞弹型的物体的时候 基本上大陆沿海的雷达都已经瞄准了 什么意思 就等着你这个飞弹或者导弹越过什么海峡中线 你越过了 大家都摩拳擦掌 因为和平年代 你真的立个一等功二等功实在是太难了 你真的是要上山救火 下山抗疫 抗地震抗山洪 才有可能拿一个集体二等功 或者集体一等功 个人的真的很难拿 大家都憋着 憋着就是靠一个战争能够赚点什么 实现自我价值吧 对吧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超音速飞弹的熊 熊三对于大陆军舰是否真的有威胁啊 我这么说 有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不是很强 因为我说过了 当时台湾试运行的时候 大陆的海上部队的实力比较弱 基本上当年的那些 头牌放到现在就跟就已经等于是大陆的余震船了 对吧 嗯 我们中国大陆海军呢 现有的技术呢 完全能够击落熊三 我说过16年雷达全都对准了 这就是一个证明吧 那除了除此之外呢 珠海航展其实每年都有一些外销的产品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在12年的时候呢 中国就开始外销什么超音速的靶弹 什么叫靶弹 就是我卖给你 你要试验一下你本土的这个 导弹的拦截系统有没有用 我就给你一些靶弹 性能OK 但是不会爆 就是让你拦截试试看 而这些靶弹呢 都达到了超音速 体积呢也更小 速度呢也有2.5马赫 跟那个熊三相比呢 稍微慢一点 对吧 但是熊三这三马赫是属于爬升完之后 进行那个下降冲刺的速度 同时呢飞行高度比熊三更低 因此呢击落难度大于熊三 因为我们知道雷达它侦测呢 是有一个空域限制的 而中国的海军演习 就是每年的这个海上的 海上的演习 中俄也好 怎么样也好 都是会对防空导弹这个拦截进行验兽 而验兽用什么 就是用这些靶弹 基本上呢就可以理解为 这个靶弹是强化型的熊三 拿这个就是日常的做训练 所以说你说能不能拦 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说完了熊三这个预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现任的网红天公三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也就是这一阵子火 突然之间火 怎么火的 就是之前我有一期说到过 就是说大陆军舰穿过公公海峡 穿过台湾海峡的事情 辽宁浩带队嘛 当时呢台媒一片惊诧 然后呢过了两天 就是有台湾的军事评论员开始说了 哎呀你知道吗 在哪里有一个神奇的火球号 然后呢就说啊 在我们的哪里啊 突然试射了神奇的飞弹 啊这么神奇吗 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行暗示 疯狂暗示 他也不明说对吧 就是说他们的天公三 打到了大陆的驱逐舰 事后呢证明那艘船呢 就是好像是什么 也不是驱逐舰吧 应该是一个军民两用的船 好像是烧烧机油的时候 出了点小问题 也就冒点黑烟而已 嗯如果说真的是天公三 你能打到的话 基本上船连扎都不剩了吧 当然我们也相信天公三 有这个能力 的确是天公三打中了 好我们继续说 这个天公三呢 在台湾的台湾4月9号呢 已经进行了增程型的天公三 进行试射 是那次呢 其实是试射失败的 之后呢又陆陆续续的试射了一些 又反正就是又是神秘武器 试射到了15号 嗯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你到底是什么 对吧 大家都不好说 嗯我们把着眼点呢 就针对在天公三上面好了 这个天公三大家有可能说 相对来说不熟一点 因为这个在两年前三年前 1617年呢还是一个纸面的东西 呃基本上天公一和二呢 大家都会比较熟 这两个飞弹的技术呢 也是源自美国的公司啊 呃是来自于美国雷神公司的技术 呃天公三 它其实是一个天公的整体的 一个防御系统 呃整体的防御系统 但是呢就是说 台湾出品的话 这个天公三天公一天公二也好 只是这个防御系统的导弹方面 而雷达侦测方面呢 呃基本上都是雷神公司自己的技术 然后呢卖给台湾 因为有一些那个主动侦测的东西 不能用 不能够对对台湾出售 所以是一个阉割版 这里就先不细说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天公三的这个纸面参数 纸面参数的话 它说射高可达45公里 呃射高就是那个最高射程 呃就这个东西并不是所谓的拦截高度 因为什么拦截高度 你是要达到一定速度的 就像前面的雄风三一样 超音速不是打出来就是超音速 它需要一个爬升的过程 所以说呢 你如果说射高四万五千米的话 那你拦截高度势必是低于四万五千米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弹体啊 它这个弹体其实天公三和天公二是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理论上来说呢 两万米的这个高空呢 其实就是一个高空拦截飞弹的这一个节点 为什么又是两万米两万米的话 它空气密度会比较低 就是说浓度比较稀薄 导致呢你导弹的控制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差 就你有可能飞到两万米 在往上飞呢就没飞的没那么快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你转向瞄准下去拦截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拦不到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天公三呢 它的拦截高度应该是低于两万米的 跟天公二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在两万米能够拦截 起到效果的这个飞弹 我们拿这个美国的爱国者好了 爱国者PSC-3做一个例子 爱国者这个东西是怎么能够达到两万米拦截的呢 它是通过增加了固体的小型滋控火箭来达到的 这个要跟雄风三不一样 雄风三它是助推火箭 所以说又大又重 而固体小型滋控火箭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给予一个转向的力 所以很小 体积也小 重量也小 不影响导弹本身的性能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大陆类似定位的这个红旗19好了 其实定位红旗19有点拖大了啊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大陆的红旗19呢 在10年的时候就已经试射了 这个试射的结果呢 是很成功的 首先一点就是说起到了拦截效果 第二点发射成功了 不至于说天空三这种一个机不重 一个呢就是第一次发射成功 第二次机重偏离这种情况 那次试射呢反映出来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说 红旗19它是一个陆基中段的反弹道导弹 相比萨德的话 萨德是一个弹道 就是说末末段的那个弹道导弹 也就是说你快打到我了 我拦截 红旗19是飞到一半我就能拦截 这个孰亲孰众的不一定 要看你的定位 不能说先进不先进 第二个呢就是说大际层外机会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说大际层外机会的话 就说明了它的拦截范围 拦截范围至少是30万米 也就是300公里 所以说你这个 我们就从用拦截范围 去比天宫三的射高的话 也是远远超过了 我也注意到天宫三也有媒体说 射高可以到70公里 那其实也差不多 对吧 所以说呢天宫三这玩意儿呢 从我的角度来说 就是一个带主动雷达引导的爱国者 二还不是三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 天宫三和天宫三的增程型啊 天宫三的增程型 其实是不一样的 天宫三的增程型 才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先进的一个拦截导弹 它是采用了两节的推进器 还采用了一个就是 玻璃纤维的外壳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台湾人比较激动 这个就是台版的萨德的这个飞弹 对于这方面的形容呢 我注意到台湾也有一些军事评论的 就军民爱好者吧 或者平台他会有一些军事评论啊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评论 这个增程版的天宫三 首先先说一下 这个他们这个天宫三增程型呢 他们叫强攻专案 就是加强的强 强攻专案就加强型的天宫三吧 应该是 强攻专案没有公开过任何资讯 但根据媒体报道 它也是将强攻三弹体改为两节式 并且利用复合材料减轻结构重量 这个跟我前面说到的是差不多的 但比较奇怪的是 媒体报道其寻标器 仍采用强攻三的主动雷达形式 而不是萨德与LSAM的红外线寻标器 显得违背潮流 这里说一下 这LSAM的话 其实就是跟那个红旗19 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就是标的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主打的是高空拦截 一个主打的是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拦截的高度有些不一样吧 但是就是有速度的快慢 其他的话技术上是一个时代的产品 然后我们继续看 而之所以有为潮流 是由于高层大气稀薄 红外线寻标器的侦测距离可大幅增加 解析度也比雷达更好 然而高层拦截用红外线视窗虚采用 特殊的携制方式来避开 极音速震波影响 中科院过去没有发表过相关研究 不知有无能力克服技术问题 虽然高层拦截有其优点 但也不是万能 有媒体引用PTT网友发言说 强攻飞弹可以在中国一升空弹 一升空弹道飞弹就予以击落 实际上要在升空阶段就击落飞弹 是不是不可能 这个我说一下 就是不是末端弹道 也不是中端弹道了 这个人一升空就是手段了 就前段了 对吧 弹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距离发射地点要够近 对于瞄准台湾的飞弹而言 台湾未在飞弹弹道末端 而不是前端 距离发射地点太远 第二个呢 就是说那个拦截器加速度够大 也是需要的 因为爬升中弹道飞弹速度 是远离地面 拦截弹的速度要更大 才可以追上 所以根据他的分析呢 就是说 天弓三的增程型 我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说射程会比较远 但是呢 由于这个 用他们说就是寻标器了 其实就是侦测端嘛 这个东西还采用的是跟弓三类似的 那有可能他这个也是做不到高层拦截的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具体是不是呢 具体这个参数也没爆出来 我们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再加之呢 131820年这几次的天弓三和天弓三增程型 屡热屡败 问题呢 基本上就集中在引导头和地面控制雷达上 基本上每次打歪都是说这两个东西有瑕疵有问题 所以说呢 我觉得 不说天弓三就说这个他们强弓专案 也就是天弓三的增程型 就是一个弱于爱国者三的产品 所以说 雄三过气了 天弓三当时出台呢 其实跟弓一弓二一样 针对的是歼七歼八这种飞机 而在他们退役之后呢 面对中国新一代的四代机呢 其实也是比较无力的 台湾方面如果只是不停的在吹嘘美国的 对台湾出售的爱国者飞弹呢 其实也没什么风头可出 也不能证明自身的研发能力 所以呢 必须抬出一个新的网红 这个网红呢 也必须满足两点一是飞弹 对吧 第二点要跟雄风三和那个天弓三 天弓三增程版呢 又是要属于一个不同的 那个导弹阵型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没得比较嘛 对吧 那这个目前台出来的呢 是这个叫云风飞弹 云风飞弹 这个参数呢 目前的这个 参数呢 目前比较少 披露的比较少 基本上呢 就是提它是一个中城或者中远城吧 目前之所以火呢 就是因为那个 最近台门又开始提这个炸三峡的事了 说这个云风的射程是600 600公里 不仅包 包刮了三峡 对吧 他们说包刮了三峡 而且呢 包括上海 北京都在攻击范围之内 这里呢 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三峡这个玩意儿 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心可以了解一下三峡的纪录片 都会请一些当年的三峡的设计师或者总设计师来聊三峡的这个结构强度问题 他们呢会反复强调三峡从建造初期就考虑到了遭受核攻击的情况 你认为他们会没有考虑到被导弹打中吗 当然了 你说那个云风三在美国突然法外开恩 对吧 给你拨一批这个核弹头 让你们进行安装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什么时候批这个了 那台湾跟大陆真的要面临热核战争了 更加危险 我也不希望看到 这个三峡呢在16年是进行了整体的竣工验收 也就是全部系列工程终于结束 考虑到国家机密的这个保密期限是20年还没有过 所以说呢 那个竣工验收的报告我们是看不到的 它具体能扛多少当量的这个攻击 我们也不清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三峡的话 它这个结构是属于什么 因为首先一点 我们证明国家有防范这方面的东西 参数看不到 我们只能从结构分析吧 对吧 三峡大坝 它属于是混凝土的重力坝 什么叫重力坝 它是利用材料本身的重量 来抵抗水往下流的这个水平压力 所以说呢 它设计的方向是使用霸声的每一部分 都不需要其他的周边的部位对它支持呢 它自己就可以稳定 你就可以理解成三峡就是一座山 嗯 它利用的山不是靠什么你一个造型拦住水 山就是山 山处在那里 山就是比水重 它就把水挡住了 这样可以理解吧 因此呢 你云峰山打过去 对吧 首先一个 你如果有核弹头 你打过去 那不用说了 和平台湾 对吧 如果说没有核弹头 打过去 最多就是三峡大坝 打一个洞 打一个缺口 根据这个重力坝的构造呢 这个缺口有可能会扩大一点 这个缺口也会持续漏水 但是整个三峡大坝是不会倒的 至于这个三峡大坝呢 我前两年 有一次无聊吧 自由行 然后买的票是从湖北逆流而上去重庆的 当中就经过了三峡 我看了一下呢 只能说从人类的感官来说 三峡实在是太宏伟了 你说靠飞弹能够打 打跑呢 我是有点怀疑的 当时在我的印象当中 也只有用原子弹这一类的核攻击 才能够把三峡打掉了 所以说呢 云峰让三峡溃坝是不可能的 打出了漏水缺口呢 目前认为仅仅有可能影响到宜昌的范围 武汉 武汉这一块呢 肯定是安全的 因此对于云峰飞弹的实力呢 不好说 相比之下就是 披露的也少 就跟那个天空三一样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嘛 这些对于台湾来说 也是国之重器嘛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 那个没有披露的东西 只是披露部分数据 对吧 我们就比一下两岸的这个实力好了 目前中国大陆的导弹啊 我们这么说 远程中程近程 它有十种型号 还有呢 13个系列的长征火箭 长征火箭我们说过 超远程都可以 你怎么打都行啊 你从外太空打都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有部分型号是具有核长弹头兼顾的 就是说 这个导弹既可以装常规弹头 也能装核弹头 因此呢 这个是其实比较灵活的 中国呢 虽然首先承诺不使用核武器 对吧 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包括所谓的轰炸三峡的 当这个云峰三峡在云峰范围内这个内容台没放出来 其实在1617年也放过 当时说是天空三能打到还是雄风三能打到 我也忘了 然后大陆网友呢 听到了 基本上也不紧张 我们都不紧张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戏谑的语气 什么叫呢 就是说 你敢动三峡试试看 对吧 把岛都给你养了 知道啊 这个呢 怎么说呢 有点民族自豪感 当然也对台湾有一点的鄙视吧 不可去 不可去啊 然后反观台湾的弹道导弹呢 我们说过大陆有10种型号啊 13个系列长征火箭 台湾呢 基本上是三个 短程地地导弹 叫清风 对吧 基本上就是 主要是防御这个福建沿海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中程 或者他们叫中远程导弹 云风 接下来 这个探空一号 这个探空一号很神秘啊 我认为基本上也是一个纸面纸面产品的 不具备那个 大规模服役的可能性 基本没了 就这三个 那我们 怎么说呢 平网红吧 我们用娱乐一点的话作为结尾吧 就是 自言缺乏 持续性 对吧 军构呢 又面临反对党 以及内部反对派的抨击 也是一个台湾 伤口上的无底洞 在流量明星很快过气的今天 台湾的下任网红又会是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吧 今天的忙忙乱到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